再把它加个清除 我想加个清除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主要那个清除的话 就是加个年龄 你可以把上面这个年龄 这个程序有没有 复制贴过来 加个年龄清除 把这后面的东西有没有 把它变成一个双引号 这样的话就会有个年龄清除的一个按钮 那你再对应到一个按钮 就会有没有 这按钮我想前面有讲过 你就是直接加个清除 然后再直接执行 但是后面呢 如果我希望 请各位复习 上个礼拜所讲的 也许第一个 帮我加个框线吧 而且框线的话 加个实线 还记得吧 对不对 有吗 OK 再来的话呢 如果我是40岁以上 给我另外一个颜色吧 每个都不一样 底色 有的底色 有的 上个礼拜讲过嘛 对不对 还有呢 再加个清除 颜色 清除设定等等的 但这些都将来你需要 如果你这些都会熟练的话 那未来期你工作 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嘛 可是如果你学过了 你就把它忘掉的话 那未来你可能要用 就不知道找哪里 这很简单嘛 为什么我会放个云端 其实你只要找到云端的话 应该就很快就可以 有没有 这是上个礼拜东西嘛 那你就把云端的参考一下 比如说你要加个实线 对不对 我们加个什么 红色出题好了 那实际上 你就把这个东西怎么样 拿来Ctrl C嘛 对不对 然后再做什么 比如说你要加个框线的话 那你就把该放的位置 把它放到这边 加个实线嘛 这边就有个加框线实线 那只是差别在哪里呢 只是差别在那个范围不一样 范围在H15到H19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范围改一下 这边的话呢 把它改成H15到H19 OK 那这边的话呢 把它稍微改动一下 那其他的话都一样 所以这边范围稍微把它 因为多的话 你可以用取代 少的话就把它贴过就好了 好 做完之后 当然你可以另外再产生按钮 做完之后的话呢 一样 就这边 我习惯把这个按钮复制贴上 因为它就会长得一模一样大 OK 不然的话你自己再画一个 有时候不一样大 OK 这是一个小技巧 然后再加框线 复制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就把它贴上 这样就有了 加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 上 OK 简单吧 所以有时候 你有把这个资源留下来 而且你找得到 很快事情就搞定了 但是呢 如果你找不到 早半天 好像老师什么时候上过 因为我刚好上个礼拜还上过 你还记得吧 对不对 如果再隔个几个月 你可能 对老师有上过 没错 在哪里 完全忘记了 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整理一下 这些就是你未来可以使用的资源 程式设计跟应用完全是不一样 设计是你要有越多的资源 你就会有越多的可能性 但是你应用的话 是人家要做好 你才有办法去用 没有就是没有 OK 那当然设计类的工作 最重要的 它的思维是不太一样的 可是它未来的创造的东西 就是一个智慧财产 智慧财产的价值 其实不是用毛利去衡量的 其实基本上以前 毛利几乎是百分之一百的 因为没什么成本 成本就是你的脑袋里面的东西 所以像我每天就是需要去做很多复杂的事情 如果说我那些复杂的事情我没有用一些方法的话 绝对做不出来 好像比如说手机 这个上面可不可以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随时要的时候手机按一下 自动放在手机里面的资料库 再把它秀出来 因为这样的话 如果出门在外随时都可以看到 可是这里面要做多少事情 那怎么办 其实不可能是一次做完 一定是分一部分一部分 把它全部都在一起 像拼图一样 拼出来 对了马上可以walk了 而且不容易出错 然后其他的话 我想各位再自行加一下 就是复习一下 上个礼拜讲的 包含就是什么样 多重颜色 颜色清除 还有吗 框线这个刚刚 可以清除框线 我刚刚是加这个 还有多重的颜色里面 包含就是说底色 质的颜色 还有什么 质的底色 我们好像有做过那个 风color interrocolor 这个是border border是指的是框线的颜色 所以这些的话呢 在哪边可以找到呢 应该还记得吧 在我们的云端白板里面的逻辑函数 逻辑函数里面的程式 答案就在这里 我刚开的就是这个东西 ok 所以记得啦 这个学习的方式可能要慢慢的调整一下 而且未来的 我好像其实强调 107年的教育部的课纲 已经把那个程式设计纳入到中学 中小学的这个课纲里面 所以以后中小学生会写程式应该不是奇怪的事情 而且应该会成为普遍的趋势 因为我发现最近好像还蛮多小学生 爸爸妈妈一起学 他说他家里的小学生一起学 然后之前还有一个妈妈 他也是我的学生 他带了他小朋友来 说老师他也是你的网路学生 他每天都在看你的影片 他自己会写APP 小三的学生 小三生小四吧 ok ok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E-Dates 那这个地方的话 奥运时间本来是2016 不过已经过了 所以我们稍微等一下你们改一下 改成2020好了 四年之后 那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知道奥运当天 那当天的话当然就等号了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日期 把这个事情引用过来 那如果说我想知道什么 奥运了三个月之后 是哪一天 那这个地方主要的重点就是做什么 做月份的计算 ok 那当然 日的计算很简单 月的部分 跟年的部分 可能就稍微麻烦一点点 所以未来 也许 可能你们还有需要什么 三年之后 三季之后 三周之后 的某个日期 那就麻烦了 因为内部的 这个函数里面 有一个函数 可以让我们计算那个月份的 那计算的方法 有两个 第一个可以用什么 插入函数里面 用Dates函数 ok Dates函数 另外有一个叫E-Date函数 那这两者有什么差别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标准的做法是用Dates函数 确定之后的话呢 他会问你说年是哪一年 那年的话是根据奥运这个日期 可是问题它是一个年月日 那我如果只要它的年的话 记得要在外面包一个什么 包个year 刮户 它会把这个日期里面的年 帮你抓出来 所以这个日期是2020吧 那月的话呢 就是这个日期 外面再包一个month 把它刮起来 8月就出来了 ok 那再来日的话呢 当然就是这个日期 外面再包一个什么 Date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哇 还颇麻烦的 有没有 Dates 再加什么 YMD的函数 总共会有四个函数 那如果说你要计算什么 奥运三个月之后的话 那请你在Mind的地方 加上三 关键在这里 ok 如果你要加年的话 当然在上面 加日的话在下面 ok 按确定 计算出来的结果 三月没错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要什么 前三个月 那就怎么样 把一样的公式复制一下 放在底下贴上 那里面的话就怎么样 把这个什么 减三就好了 前三个月 ok 打勾 它就出五月 那其实还好是说 你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 这个加了三个月 是十一月 可是如果 我加了六个月 变成十四个月 那十四月 一年只有十二个月 那怎么办呢 其实 Date函数 它算还蛮聪明的 它会怎么样呢 帮你去 往前再推 自动会进位 ok 不过你会发现 这需要四个函数 那你想说 这麻烦 这四个函数 而且 这样光打就 很容易打错 有没有稍微简单一点的方法 当然有 底下有个说明 如果是2003以后的版本 e-date函数 已经加进来了 但是呢 如果2003以前的版本 因为有些公司 好像还在用 2003以前的版本 那你就必须要在 那个好像是工具 你的那个工具里面 有个分析工具箱的 一个争议集 要把它打勾 它才会加入 这个e-date函数 那如果2007以后的版本 就没有 那这个函数 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 插入函数里面 一样选择日期时时间 这个e-date 那你只要给两个参数 一个是star day 一个是month 什么意思 给这个当天 如果你要后三个月的话 你只要给三就可以了 按确定之后 它会帮我产生什么 一个数字 不过我如果把它格式化之后 格式化可能成日期 你会发现 跟前面的日期 因为刚刚我这边是加了6 所以不一样 OK 你会发现呢 它回来的结果 就会是什么 后三个月 那e-date函数呢 它的好处是什么 简单多了 有没有 只要一个函数 就可以去计算 那个月份的部分 所以你只要 哪一天为基准 它的三个月之后 按确定 结果就出来了 那如果后三个月 后三个月 就是说呢 这是三个月之后 那前三个月呢 一样 用一对 一样给它哪一天的日期 那这边一样给-3 按个确定 不过回来 它有缺点 就是回来 它会是一个日期 是一个数字 所以你这边把它改成 那个日期格式 按个确定 OK 这个地方就做出来了 那基本上 它的好处是怎么样 不需要像前面这个 这么麻烦 会四个 这个是一个 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但是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 那可是如果说 我今天需要什么 计算 三年之后 三季之后 三周之后 年导致还好 因为你可以用什么 刚刚讲过 你可以用那个 DAS函数 去在一二部分加 可是G怎么办 这有点问题了 周怎么办 这有问题了 所以这里的话 你就必须要什么 在内部没有嘛 那怎么办 你就必须要自己 把它变出来 所以我在 这个云端上面 我有已经写好的一个 那个程式 就是说 针对我们 这个问题 里面的话 我要制定什么 制定增减年 季周的函数 那我这边的话 这个是制定出来的 用E-Date底线Y 那一样是跟 跟使用者要一个 什么日期 几年之后 那这里 最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利用VBA里面 有个函数 叫Date-Add 这个Date-Add函数 主要就是说呢 它可以帮助我 去计算什么 计算年 或者季 或者是周 当然还有其他的 还有月份 那我就 又利用这个函数 帮我去把 使用者给我的相关讯息 我们来做出 我们要的结果 那我把这三段 程式把它复制一下 OK 那里面 这特别重要 也是自己写出来的 也是方选的 那我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这个底下 贴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需要计算是 当然预设里面是没有 E-Date-E 那不过我可以 制定一下 里面的话 E-Date-Y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一样 我先取消一下 我先把这个格式 干脆先改成什么 因为 大家回来一定 也是一个通用格式 我干脆把它改成日期算 不然每一个都要改 那我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是 计算是 三年之后的话 一样我给一个 这个 奥运当天日期 三年给个三 这个时候呢 它一定还是 Return回来 给我一个数字 不过因为我格式 刚刚已经改成日期 所以它回来 按确定 你会发现 这个部分 就完成了 那主要是补什么 补那个 E-Date函数 它只能够去计算月 那如果计算年纪 说不行的话 那这个部分 你需要自定 那我这边已经有自定好了 那周的话 季的话 一样这边有个Q 这个我订出来了 那这个日期 如果三季之后的话 按确定 自动会产生一个 三季之后的日期 那三周之后呢 一样这边有个W 这个日期 三周之后 OK 按个确定 好 画面先还给大家 试一下 主要是了解那个 这个第一个是Date函数 第二个是E-Date函数 第三个是 制定三个函数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主要是针对 那个日期的计算里面 有关那个月份的计算 我们可以有一个 它已经帮我们 写好E-Date函数了 但是像年啊 像季啊 像周这几个部分的 日期计算 它没有给我们 内建的函数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择 制定函数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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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